身为东浦瑞西环境生态保护协会的协作单位 种子林展览工作室 以应用种子制作个式文创艺品 并推展环保观念的文明 近期圣诞节将至也规划了圣诞画圈DIY体验 让民众能够牵手制作应景的饰品 种子林是东浦瑞西环境生态保护协会所延伸的 那基本上东浦瑞西环境生态保护协会 他们是在做生态 以那个环境教育为主 这里我们现在就是慢慢推广的是 以我们减食的一些种子下去做一些手作 像手链、吊饰、还有就是像教育方面 我们会做一个种子盘 把他们学校建在我们正在推 就是把他们学校的一些种子 我们帮他收集起来 帮他们做一个种子盘这样 那另外像节庆的时候 我们就是像圣诞节就会做圣诞滑圈 那再来如果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种子盘 让大家也可以福气满满这样 除了圣诞节外 种子盘展览工作室 也会宁应各式节庆来规划课程 带领民众利用种子来创作 也欢迎有意参与的民众 都能与他们联系 种子盘从开始到现在还不到三年 所以我们也是努力在打知名度 来到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来体验一些我们的手作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有种子盘手作的网页 那另外还有一个东浦瑞西的 在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那基本上我们会在一个月前我们就会 会把它PO出去让大家来报名这样子 那另外学校的话他们也可以跟我们联络 我们会到学校去教学 能够利用种子制作出各式文创艺品 新年五月房任务相当稀少独特 也建议民众有机会 都能够前往总之林展览工作室尝试看看 林总干事 他这边有非常有创意的 做一些文创 非常不简单 所以呢 要乡亲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他那边 祖山镇电怀家家家 可以在那边坐 他会教你怎么坐 他非常有艺术 也非常有创意 非常的漂亮 欢迎大家一起来 议长和尚峰肯定工作室发展经营的用心 将环保结合文创来做推展 也欢迎民众有机会 都能够前往参与体验 各式DIY所做课程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导 会议长和尚峰肯定工作室发展经营的用心